V6打了翻牌後 在這邊翻牌發了三個K 戰士2V6是A4高牌領先 那我們當然會看見這兩位玩家 因為兩位都是籌碼非常健康的 他們應該是會很多翻牌後的打來打去吧 也是應該會非常精彩的 其實在這種三張央牌的結構上 對於Defend的人蠻不利的 因為對於Open Racer來說 他可以Pretend他有很多的Overpair 可是跟住的人沒有這麼多的Overpair 所以這邊很容易會遭遇到連打三槍 而且在這種狀況之下 因為他的組合球就要嘛就是 你自己本身不太有辦法有Track Race的範圍 所以在這邊會被連打三槍 知道 Ivan拿到了一個Nuts Ivan現在轉牌是堅果牌 他在這邊是四條K 帶他的A的T角 好 好 現在一張S就是那個拿著 好 現在一張S就是拿著 在盒牌選擇下注五十萬的積分牌 那差不多是一個滿底池的下注 那續量這邊只有一個十high 應該就只能放棄了 但是呢 做了對的決定 起牌了 好 Ivan6 籌碼兩百四十萬 好 現在應該會是個check check 因為Shigh其實還是領先對手很多排力的範圍 而且你打只會讓對手有更 讓對手有K跟 對手有Zhigh可能都跟不了 所以這Ahigh我覺得是一個check Sanguru跟Lugas Queen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對 是他的兄弟 這長得超像 他們不是雙胞胎嗎 不是雙胞胎 他們一共是家裡三個兄弟 對 三個都打部分 好像Luguin我是哥哥 Sanguru我是弟弟 但是早期是好像Sam Greenwood打Hawk賽的 喔 這個River又超車回來 這個River被徐亮現在拿到更大的呼嚕 那我覺得他這個K可能也是要跟住 因為他其實在首先徐亮在pre-fub沒有選擇用A加注 那其實他A隱藏得蠻好的 那這邊在這種結構上中了一個K其實也是很大 你只輸對手A 可是其實對手在有一半 基本上有一半的A以上都會加注 所以這個沒有加注A也算隱藏得很好 所以這個K蠻有可能是要支付 而且也算是必須要支付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外面有下著一點小雨 我們現在是在紀州島的藍頂 娛樂場 紀州島的神話世界 那這邊有兩個遊樂園 有水上遊樂園還有一個 一般的遊樂園 其實本身我也是剛當爸爸兩年了 原本這次想要帶女兒過來玩 可是就剛好碰上台灣老婆還有一些事情在忙 就沒有過來 不然其實這邊也蠻適合帶小朋友來玩的 那在今年年初我去參加那個PCA巴哈馬 巴哈馬的那個 因為我去年贏到一張白金通行證 所以帶老婆和小孩去 那巴哈馬其實也是一個蠻適合帶全家出遊 尤其那個比賽的飯店 就是一個很大型的遊樂園 好 我們回到現場 我們的Chung Tang Sil 他選擇的All-in 他的A5 off 在Button 算是一個非常大的牌 I 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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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底牌講出來了 Flop順子等銅花順 好 我們的Chun-Tong-Seal 現在只有11個大盲左右 那四人組我覺得Ace-Deuce 也是一個可以All-In的牌 有一張Ace都是值得推的 在這四人桌 有一張Ace 應該是可以All-In的 雖然他帶的Kicker真的是蠻弱的 可是你還是擋掉對手有Ace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邊有一張Ace都是要推的 應該是沒有人跟得動 11BB 多一點點 11個大盲 11個大盲 那雖然許諒有一個 290萬 可是這個對他還是有一些殺傷力啦 那我猜可能6個大盲 7個大盲他會比較想要跟住 這個應該還是差了一點點 好 我們切到紅桌 我們的Michael Souza跟Brian Kenney 那在這一邊 呃 Michael是擊中了一個Flush 呃 我們沒有看到前面的動作 可是感覺應該是 Brian Kenney在Button選擇Open 然後 Check Flop嗎 或是C-Bait Flop 看Size感覺是Check了Flop 然後 Souza在這邊集中了Flush Check兩次做了一個埋伏 那我覺得有機會在這邊做Check Risk 因為上面第一個有Ace 對方有可能會Check一些Ace在後面 第二個上面有一些Flush 假設對方有一個任何比他Q的Flush 或是有K的Flush 都有可能會在這邊Bait 所以我覺得這邊應該會是個Trade Race會比較好一點 好 Brain Kenney下注8萬5 那Michael感覺是要Race到27萬 好 順利的收下底子 270 好 現在觀眾有問說 呃 籌碼顏色 那紅色的籌碼是25000 然後 黃黑色的籌碼是5000 好 還要看 四個捏入 我可以的 四個捏入 當然 我應該要 我只要有12個 哇 Raja 一個 一個 四個捏入 四個捏入 然後就把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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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6 RM6有一個A6 不同話我們剛剛跟觀眾聊到在Cutoff 基本上所有的Ace 配上所有的Pi都是可以加注的 只要有一張Ace在這邊就可以加注 WOW 我們的Sand Greenwood拿到Pocket Kings 那像這個時候其實 Sand Greenwood的風格其實在這邊平跟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他會想要再贏取更多的籌碼 那當然3比1也是一個很正常合理的 如果我相信他的小盲一定會3比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人 那1對1的狀況他可以用跟的去設一些陷阱去賺取更多的籌碼 再加上Ivan Leo是一個比較鬆胸的玩家 他可能持續下注的頻率也比一般人高 那他現在籌碼是不到20個大盲 所以我覺得3比的話會讓他排力看起來太強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只有跟注 他還是選擇加注了 那這其實蠻正常的 那正常加注其實是一個最一般正常的打法 可是如果就算他要平跟的話 我觀眾也不用太驚訝 所以這個策略其實也蠻常有人在用的 那他的A6不同花 哎唷,good fall,nice Ivan Leo真的是越來越厲害啦 那可是我相信如果是A6同花的話 他應該也是有一定的機會 應該會選擇跟注 好,徐亮拿到一個Q10同花 是一個蠻好的棄手牌 有人說Q10同花是AK殺手 好,Ivan Leo有一個3-3 那現在他的籌碼量還蠻多的 將近有30個大盲 那應該會是一個跟注 那如果他在4人桌 他的3-3是低於20個大盲 呃,直接3B all in 我覺得也是一個選擇 好,今天是我們第三次看到有這種類似的狀況 有一張9,他有Q10 有一個蠻乾的結構 然後他有一個後門順 又有兩張HIGH卡 其實這邊Q10是會 呃,蠻好選擇Seabait 一個,假設一個12萬5 13萬左右 1 3分之1的Seabait 我覺得是蠻OK的後門順 那如果上面有Diamond就一定打啦 可是這邊我覺得 這邊下注是蠻正常的 可是如果是一個 譬如說4-5-6-4-6-7 我可能就不一定會Bait 我的Q10 我可能會選擇Check and Africa 就是 記住要選擇Seabait 在自己的 牌有成長空間的時候 就像這種後門 後門成長的機會的時候 因為這樣子 你很有機會 你看只要再轉牌掉了 呃,10JQK 你都可以繼續做攻擊 OK,掉一張2 那如果像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攻擊的flop 可是在轉牌的時候 掉出一個沒有幫助到我們的牌 假設就是 就像10JQK都沒有開出來的話 我覺得這邊我會試著把我的Q10慢下來 因為 再加上張2是對他算是很不利的 而對對手有利的一張牌 所以 呃,我覺得我Q10 我不會在這邊 繼續選擇攻擊 那看會不會拿一個便宜的 FREECA中10或中Q 好,River掉一個S 那張S的話其實是幫助到徐亮 那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的Q10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開牌 這張S是他一個bluff的機會 那如果Ivan Lee有知道這個點的話 如果Ivan Lee有知道這個點的話 就變成是他想要不要抓 可是他在Q10 這個Qhigh 可是他其實Qhigh還是有一點點的 休當空間 因為對手可能會有7-8 可能會有80 可能會有 5-7一些順直的miss 所以他Qhigh 雖然這邊感覺可能輸了 因為他任何一個對比都贏不了 可是這張S是他一個bluff的機會 OK,那這邊就看一下 Ivan有沒有辦法跟了 我覺得這不是沒有機會跟喔 因為這張S 簡單來講就是 假設你要手上有S 然後再開出S 其實就是 一個 一個 只有一個3-hour的機會 哇 Ivan這個 Good call Nice 這把真的打得兩方 都打得蠻不錯的 那徐亮是因為真的 他希望 不要輸給一些小的對子 然後在這邊選擇一個下組 那 Ivan可能知道這一點 所以 對手有一些像這種牌 10J 10QQ K KJ的miss 可能 就也只能轉成bluff 那他的一個對子 可能還是有機會去抓的 其實 雙方這把牌兩個人都沒有犯什麼 錯誤 其實兩個人都打得很好 只是 就是 看誰 抓得準 看誰能抓得準 看誰能抓得準 又要越少 又回到11個BB了 又回到11個BB了 24個大忙左右的Sand Greenwood 在Barton也要open一個 KJ的紅心 現在Post My Black我就剩9個BB 那我覺得Ivan 這邊6 這邊240個大忙 我覺得55 絕大多數會來領先Barton的Range 他很有可能會3B 然後被O-in可能就跟 那或是在這邊直接做一個平跟 因為主要重點是後面有一個徐亮 他這邊不會冒一個風險 直接O-in自己有40個大忙這麼多 我覺得這邊用一個扣或是一個3B 然後去扣對手4B O-in 我覺得都是一個可以做的決定 那當然絕對不會是蓋牌 如果後面沒有徐亮的話 我覺得這55應該是 蠻有可能直接O-in 好徐亮也跟了 23同花 那這對Sand Green 算是蠻不錯的一個flop Battle Flush 2 Overcut 卡順 這都是一個很好C-bet的一個牌 好那選擇了一個check 那我覺得這邊他選擇check C-bet其實我覺得 都還OK 那 我們剛剛也知道Sanguru的風格 是比較小心的 他在翻牌的 Aggression 就是他翻牌的動作 其實是蠻少的 他會想辦法 他會想辦法盡量把 牌打到最後 實現他 牌應該有的equity 而不是擠著把對手打開 那這 這Sanguru在轉牌 一定是會跟住的 好 那我們徐亮已經蓋掉 那我覺得 Greenwood這邊應該會是個跟住 他想要 他check這個flop 其實就是想要 可以用跟住的方式看到轉牌 哇 徐亮的23蓋掉了 翻了一個白眼 哈哈 OK 而且我覺得他這55check 蠻有可能會抓 Sanguru的bet 因為他這個flop沒有下注的狀況之下 那 就是90在上面 這個結構其實 因為我們會open很多的 像JQ JK KJ這種牌 所以其實他 這邊如果他 如果他check 的話很有可能 他bet很有可能會被 會被Ivan6扣 Ivan 打得真的不錯 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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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處理一下我們馬來西亞的同胞 讓你處理一下馬來西亞的同胞 馬來幫 感覺Ivan很像馬來幫的老大 呵呵呵 好,那我覺得 長堂Cell這邊 J-Queen 應該是一個10BB的O-in了 因為就算這邊被小馬O-in J-Q應該都是要跟的 一個範圍 應該可以順利再拿下底次 好,現在 桌上一樣是4名玩家 我們 ChuntonCell是最少籌碼的 好,我們現在看到 100萬ShowDeck的比賽 已經在其他邊賽的桌子已經開始了 這隻獨王 湯座 大家很期待看到的選手 那還有這個是 我們的楊公子 Android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蠻多的職業玩家 現在都已經慢慢投入這個 短牌的遊戲 而且是高額短牌的比賽 這名應該是中國的玩家 我看他是第一次參加 參加這個 傳奇的比賽 那這是我們的Fish2013 那這是我們的Fish2013 我們的Mikita 我們的David Peter 還有我們的傳奇的老闆 Richard Young PoFu他們都在桌上 然後我的偶像之一 Justin Bonomo 那右邊那個華人臉孔 他其實是法國國籍的 然後他是 法國國籍的華人叫曹瑞 本身算是在世界頂尖的奧馬哈玩家 那這個譚軒 就是中國短牌的第一人 他就是傳說中的譚軒 有些人可能 不一定有看過他 可是都有聽過他的名字 那譚軒是在 現在在中國裡面的 Show Deck 算是 最厲害的玩家 如果他說他自己是第二 絕對不會有人敢說他是第一 我剛才4X5 我12個BB 我12個BB 蛤? 我有DG位置嗎? 有DG位置嗎? 不4X5 12個BB 好,我們這邊 還沒有跳出他們的手拍 目前 那目前 呃... OK 盲數是3萬6萬 3萬6萬 然後 許亮加注到2.5個大盲 加注到15萬 然後Ivan Leo Coe 他的5-6 off 那這也是一個 許亮有一個卡順的 聽牌 也是一個可以Seabay 那其實像這種卡順的聽牌 雖然 表面上 是一個卡順的聽牌 其實卡順的聽牌 C倍 呃... 還有一些原因的 就是 當你是卡順聽牌的時候 你的牌 可能跟上面的 是有一些 關係的 比如說像K9小 你是一個Q10 其實你擋到了一些 組合範圍 就是比如說King Queen K10 或是90 9Q的牌 那其實你去C倍 可以去持續下注這些卡順 反正其實同時 也是因為 你手上 有拿到一些 組合到對子的一些牌 然後也可以讓對手 減少對手的跟注機會 所以 像這種 有聽牌的這種結構 有卡順的這些 都是可以做持續下注的 經驗分享 好 我們的 決勝 很困 再來 中了頂對之後 他應該是一個 忙著抵抗對手的UTG加注 然後中了頂對 現在選擇在 轉牌選擇下注 反而 在這邊被那個 Brain Kane Race到了一個 4倍的大小 加注到 50萬 基本上就已經快是 他所有的籌碼 可是 其實 你看 Jason Quinn 他的總後面籌碼 我剛剛看好像是100出頭彎 所以他總籌碼 不到20個大碼 再依 Jason Quinn 的 打法 我覺得 有頂對 是很有可能 跟對手打完 哇 蓋掉了 蓋掉了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 翻牌的打法是什麼樣 可是 Brain Kane 在這邊 什麼都沒有 中央之下把對手頂對打蓋 我覺得也取決於 剛剛的形象 剛剛Brain Kane 這邊有一個 三倍怕的超瓷下注 就會讓對手的 Asses 做一個Max Value 喔 剛剛是不是 有人出局了呢 嗯 還沒還沒 現在是兩桌 在交流 看一下有沒有短碼 因為Final Table 是7個人 現在兩桌 各剩4個人 Brain Kane 然後我們的 Brain Kane 剩下 11BB 的短籌碼 我們的 Michael Souza 已經達到380萬了 Final 我們可以快些 MCA 您可以買到 Brain Cast 我們可以搶到 燃營 應該是 Cast 這點 也 哈哈哈哈 有很多方法 至少你會有好故事 啊 這次有那個 聊天室有人說那個 眼鏡反光 的確眼鏡真的會反光 可是 我的視力非常好 像我是完全沒有緊視的 我是1.5 1.5這樣子 然後 我有試著去看 那個人家眼鏡的反光 去看他的底牌 我有試著這樣做過發現 看不到 真的太小了 真的太小 完全是看不到 那戴眼鏡主要的好處就是 有些人可能 心虛的時候眼神會閃爍 他們避免 讓對方發現自己的這個漏洞 然後就把眼鏡戴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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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然 Kennie 是好像直接O-in對手 可是我們 backhawk 只有一個 Q3同花就跟了 哇 居然還是領先 可是7-9不同花 這邊O-in對手 10個大碼不到 我覺得也是合理的 雖然7-9不同花是蠻小的 可是 你也要讓對手真的有牌 可以跟也是沒這麼容易 就是假設對手 只跟30%左右的牌 代表說 對手起碼有7次會蓋掉給你 哈哈哈哈 這7-9基本上沒救了 嗯 嗯 這個就好像aga 看不见 这下套猵送去 可以按刷猵送去 我觉得 mirrors 最早ally 平均的 對,超級長的 超級長的 想看看我們的觀眾在預測Soliza會奪冠 其實我也蠻希望她要冠軍的 因為其實 Soliza 去年我們常常在出國比賽都有遇到 其實我們打的級別也是差不多 可是Coliza她在去年算是一個爆發性的成長 去年贏了非常多獎金 是我們亞洲GPI的冠軍 那 分享一個叫做吸引力法則的東西 就是 當你身邊的朋友 幫你實現了一個你心目中想要的願望 其實對於我我會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當你身邊有朋友 做到一個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也許你還沒做到 那她先做到了 然後 我就會覺得 OK 我朋友做到了 我也是有機會的 所以 如果看到她贏了非常多的錢 也代表說我也有機會 繼續的進步 所以 我很希望Soliza贏 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 我會離我的夢想更加的接近 我想要贏得 目標 想要贏得 一年贏得300萬美金的 這個獎金 好 我們這邊A7跟A3 all in 結果後來我們的Bankard中了一個3 那 Bankard open call 這A7 輸體也算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範圍 Bankard有點不開心 OK 我們的Bankard從Bankard那邊Double Up了兩次 那我們另外一邊是 呃 Chunton Steel 選擇了all in 然後 San Greenwood 扣了一個K3銅花 哇 這一個 現在我們Chunton Steel只剩下 五個outs 如果開出梅花就捉贏了 如果這一把San Greenwood收下底池 就會是我們的Final Table River 五 GG 好 我們場上剩下最後的7名玩家 也要進入我們的決戰桌了 好這邊有人問說 女神主持不在 好現在為你們帶來轉播的是我 林承安大亨 我是來自於台灣的職業牌手 那我們的女神林佩菲 現在去做一個稍微的休息去吃飯 那所以待會她就會回來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現在暫時由我來頂一下 好我們現在要進入一個廣告 好也是待會回來會繼續為大家轉播今天最後的Final Tabl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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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ranklin D. Roosevelt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 and of course hitting one-outers on the river. Oh my gosh, 7.5 million pot, biggest pot of the tournament. Playing for 1.26 million dollars. A one-outer. You have 4% remaining going to the river. That's incredibl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傳奇去年算是第一次開始辦,結合一些直播,現在我覺得他們辦得滿成功的。 對,你看這參加人數跟就是買入手的那個,應該是比去年分配了。 多很多啊。 多很多,對。因為去年大亨在這裡也有做解說,然後那時候好像是差不多40位玩家吧。 對。 我問你,你在UTG這邊拿King Queen怎麼辦?應該也就是氣了,對不對? Iverniel很敢在一些SPA去賭一些牌,然後,所以有時候你常常看到Iverniel的衝毛打到很深這樣。 不過他今天這樣做,他今天已經沒辦法重買了喔。 對,今天已經沒有辦法重買了。 但是他在可以重買入的比賽裡面,成績非常好。 非常好。 我相信Iverniel除了當然打牌越來越厲害以外,他本身還有一個非常厲害,就是他BR應該非常的健康。 那我就跟大家聊過BR也是技術的一部分,他不會有一些可能壓力啊。 那本身他們就習慣打這種高額好客賽。 他是因為撲客上買入啊,或者獎金啊,對他來說生活方面是一點都沒有關係。 而且他本身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嘛。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 對啊。 因為我們已經談過,如果你有資金方面的壓力,你如果去打撲客會讓你做出不同的決定。 哇,我們在看見這邊Paul Fuang,他應該對Ivern非常熟悉。 然後呢,也知道Ivern在這邊。 Ivern在這邊,還有有時候不一定那麼強。 那他看見Ivern的六思,瞪了他一眼。 可是我們剛剛看後面好像有點block掉一些King Jack是不是? 對,有一把King Jack。 那我們在這邊看見Ivern六,在這個牌裡還有勝利是有40%。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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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翻牌情況下,他還有一個紅心喔。 對,現在呢這個TUN給了Paul Fuang好多的outs。 不幸的是沒有人記到。 我這個Paul Fuang拿他也沒有辦法。 也知道他是一個非常crazy的玩家 Ivan, I'm Jason. I'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那像今年的WSOP是50周年 很有可能就是會再打破紀錄的一個人次 去年其實已經算是歷史第二高了 那今年是50周年 那也有外面謠傳說是Rio舉辦的最後一屆 我希望是Rio舉辦的最後一屆 他吃也不方便 對,那賽場也很久 那當然好的一點是停車場,車尾很多 對,車尾一定要車尾很多 好,我們現在回到場上 這把牌是Ivan Leo在Cut Off加注 然後Json Quinn在忙著Defense 那Flopper是Check-Check 然後Json Quinn現在在Defense 用一個Gasha主動做一個組合 對,領打了10萬積分牌 那這邊我看見Ivan Leo暫時還是領先 他是A-High的牌領先 那這邊面對Json Quinn做了4萬積分牌的下組 Ivan Leo選擇有A-High Race到10萬 那這給對方又出了難題 Json Quinn再加回去嗎 因為他這邊7不太可能用跟住 他要嘛就蓋牌 加回去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邊你跟住去 你也沒有Show Down Value 他這邊我覺得就蓋牌或者是加回去 或者就是棄牌了 對,那這是對Ivan來說不錯的結果 但是當然我們看見Ivan他還是有領先這副牌 那我就覺得就是這整個場上很少的有一個玩家 在這個轉牌上會選擇去加住對方 同時每天就是我們播放第二輪比賽的時候 另外一個比賽的第一輪會有開始 所以一般我們這裡冠軍之後 會直接切到新比賽第一輪的賽場直播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陪著觀眾聊個12個小時 只剩下一個小時 那這邊我們看見小盲、大盲 Davoris和Greenwood看個flop 這邊是10-17 那這裡呢Greenwood他中了3條10 我覺得Greenwood會Check嗎? 因為這個結構在一個Limp的狀況之下 他領先應該算是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也會考慮對方有可能會有一些買花買順的組合 那他想打一些Value 小小的吧 對小小的我覺得會不錯 那他這邊下得非常小 下了一個BB 下了一萬六 一個大盲 對阿 後手太深還是要 可能還是需要把籌碼蓋起來 就是後面才有辦法可以丟入更多籌碼 所以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你要去注意對手的籌碼量 應該是說你要注意你們兩個人的籌碼量 然後看一下有效籌碼是多少 那如果你真的有大牌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要怎樣把你的籌碼能盡量的放進去 所以你就要策略規劃 而不是說現在就要打多少 或固定要打多少 你可能要想到 三條街你要怎樣分配你的籌碼量 那在這個轉牌上 我們可以看見Divorce 他現在是中了一隊8 那現在他是兩隊 十十八八圈的踢腳 那這邊有點不幸 那因為是Greenwood他已經遠遠領先 三條十 那Divorce在翻牌的時候 做了一個call 也是因為Sam Greenwood他下了一個大忙的bet 如果下兩個我覺得他應該圈八九十七了 那現在圈八中八是一定會繼續跟下去了 因為在一隊一的狀況下 中到一個對子真的算是蠻大 因為Divorce他會考慮Sam Greenwood 有可能任何兩張牌 在這個flop的上面會下一個大忙的bet 而且昨天有跟觀眾聊到 你要在flop擊中三條的幾率是低於百分之一的 所以正常來說不太會去散對手有小概率的成牌 所以這邊中一個八配應該會覺得自己領先 那這邊合牌出來一個goal 現在是桌面上有任何九就可以成順 那這邊Divorce他選擇過牌給Greenwood 他好像想再做一個value bet 七萬五之類的 下了七萬五幾分牌 Ten跟River都是三分之一的value bet 他是有想要轉bluff的感覺 他拿的好像是core的重 然後呢 現在是 這個卡是考慮時間 那我們已經給大家解釋過 每手牌 不管是在什麼action的時候 他們是有30秒可以考慮時間的 那如果你要多30秒的話 就要放一張時間的卡 好 果然轉成bluff啊 那我們看見就是這些世界頂級的玩家 他們可以做出這些move是 排擠非常高的 他們會考慮到 就是他這樣在這裡辦一個有9 他的那些組合 而且他自己有block了一個Q 或是有9Q嗎 這個組合 Q9黑桃什麼 那當然我們看見Greenwood在這邊 是很難call他這個all in的 然後剛剛聊天室說 主要還是運氣 技術佔得不多 我看這把牌 這把牌他的運氣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他打得這樣 他的技術 他的技術 如果讓他拿下這個底次的話 是很厲害 他這個 他這個不是他這個三條其實就非常的 艱困 就是他這個三條跟沒有三條其實 沒有什麼差 因為隊友所代表的牌都是比他的三條大 現在Greenwood他把帽子都摘下來了 他現在要好好的考慮 那他考慮的會是翻牌前發生什麼事情 翻牌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轉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合牌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每次下注量是多少 然後呢對方是以為他手上是拿的什麼牌 對啊其實就是我們要去拆對手底牌 或是我要去抓對手 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反推 他前面中間做什麼事 而且其實他這個蠻像的嘛 缺口缺口缺口 那這邊我們看見 Sam Greenwood在裡面又放了一個時間卡 可是的確他所能代表的牌真的不是很多 Q9黑桃嗎 而且如果只有一張9會O-in嗎 或者是他有10的葫蘆 可是對手又拿了一張10 A9 太強了 他代表的牌不多 對 但是問題是你面對玩家這樣的O-in 對 可以摳得下來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你看像 其實像剛剛的這個River 這個三分級 這種外套 對 好,King Quinn suit 然後他現在後手總共是 15.5個大馬 那 我覺得直接O-in也不會說不好 那 可是如果O-in 扣O-in我覺得算是比較邊緣 可是如果這個O-in 被O-in的話我會拿King Quinn suit 我是會跟 15個BB 對,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直接O-in 我覺得打擊牌率是更好吧 對啊 對 他這邊選擇推個O-in 31萬4千的幾分牌 哇,撞到了 這邊不幸運地撞到大毛的A圈 也是我們的Baycock win 那這邊我們看見Baycock的盈力是70% Pagorsky是30% Baycock 像Baycock最大的亮點 就是他手上的那個 那支手錶 那支 Utramir的手錶 很多網友在問說 那支手錶到底要多少錢 大概 我沒有這麼懂啦 可是那支錶大概有可能需要1000萬人民幣 是嗎? 你說的是誰的錶?Bay嗎? 對 但是他那個錶又沒有閃 又沒有鑽石 對,那有鑽石是那一個 有鑽石的話應該就該虧 可是那個錶基本上是600萬的人民幣起跳 OK Baycock 又清掉了我們的Pagorsky 那我們現在賽場還剩18位玩家 我們看一下這個比賽 在後面顯示是 也是 所以他才是就是世界頂級玩家 不管是Banker方面管理得好 他自己也生活方面也管理得非常好 那這裡呢我們看見在Cut-Off Way Chong-Tong-Shu有加注到4萬積分牌 然後呢Dila Way的外量跟住了4萬 那這邊Ambing在小盲位拿到一對9 也是非常不幸的拿到這一對9 因為他牌力是非常強的 特別是面對Cut-Off跟Button的玩家 對 他Owin了317000的積分牌 其實我覺得很多打撲克玩家 不太知道手牌的強度大概多大 其實一對9算是一個Top5%的Range 對 可是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剛學打牌 我就問他你覺得99大概多強 他說大概 我覺得沒有很強 中衛那個樣對不對 大概60%吧 我說沒有99是15% 對因為你想到99 你會覺得上面還有40勾勾圈圈什麼的 對 這個9930個大盲打完都算是合理的 然後這邊何況只有16比比 對 這些都是一般你要就是數據懂 看得多才知道 那當然這 有掉了一個玩家 對 在這次長牌裡面 99是非常強的牌力 對 對 K圈 同滑的牌 這個K圈的3比1的尺寸 算是 比平常 我們看到的小 對 不過其實有一陣子流行這個3比1的策略 最近大家有把3比1的尺寸變大 尤其是在沒位置的時候 最近 我看大家蠻流行3比1是那種 4個大盲 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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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倍你的那種 就是大盲一般就是看JD了 八成家住啊 會來個4倍的反價 哇 這一把 這一把3比怕 一個中3條 一個中頂隊 這個 這個應該會打起來 而且他們後手的話 後手大概是有效籌碼大概是30幾個大盲 蠻有可能會打完的 OK 那這邊我們看見 威良 他也是我們preflop的 Aggressor 下注了13萬的積分派 二分之一的 那在這個面上 又有買花買順的面上 衝衝生他會做什麼決定呢 那我在這邊我覺得做一個raise會比較好 跟注也不會不好啦 我覺得只要你這個牌 要checkraise要call其實都還OK 其實都還OK 那他想對方的組合裡面有很多 有可能是買順跟買花 那他也會想到他的圈 K圈 是領先的 是 好我看到Churig是在這一組 好現在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現在已經進入了最後的Final 7 Final Table最後的7名玩家 剛剛有跟觀眾有問到說 為什麼 6MAX的玩家Final Table是7個人 因為其實在6MAX的比賽當中 如果 假設剩下最後兩桌 一桌四個 一桌三個 其實對三個那個人會蠻不公平 你真的喜歡在Jeju的玩家 我真的喜歡這個玩家 這是一個幸運的地方 對他們的存在 你多於是有自己的參賽者 會有 genug 有足夠的地方 有足夠的地方 我現在是很健康 有一個很健康 也是有足夠的地方 yes 還有這 Lo各的歌曲 這位是在最後 Final Table 你全看過他們 有很有誠意嗎 還有什麼 我相信 對他們 因為我只是有幾次 在這年會 我只是在騎過幾次 但我會挑戰 我一方的盆製 過 我們祝你最好,好幸運,我們讓你走 這是我們的Ivan Rio,我們馬來幫看起來很像老大的Ivan 剛剛在簡單的採訪裡面他也說到 他並沒有比桌上的另外一些玩家擁有更多的經驗 那我們的Final Table前三名都是我們馬來西亞玩家 Chimp Leader是我們的Michael Souza 他的左手是在滑雪的時候斷了,現在正在復元當中 傷精凍骨一百天,至少要三十個月以上應該才會好 我們也可以看到,喬喬排名第四的球馬兩獸,我們來自中國的徐亮 在去年二零一八年的布拉格戰,EPT 徐亮也是拿下了五萬歐元買入的季軍 徐亮真的是打得蠻好的 那現在我剛有跟觀眾提到,我很希望就是 我們的Michael Souza可以拿到冠軍 我們的Jason Quinn 是我們桌上籌碼最少的